郭雲見日 直擊真相 請聽黃偉翰壯新聞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早安 歡迎您收聽偉翰壯新聞 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早上 8點到9點 偉翰在壯新聞跟大家談談時事 聊聊政治 今天是7月1號 禮拜五早上的8點06分 已經兩個月沒有請來賓到現場 沒辦法因為疫情的關係 今天第一天 7月解禁終於可以請來賓來了 老漢第一個來賓就是老碧 為大家介紹大家很熟悉的 林氏璧醫師在我們的現場 林醫師你好 偉翰好 各位聽眾還有直播的朋友大家好 我們這段期間其實視訊好幾次 對好幾次 但是還是看到你本人比較真實一點 像我問問題比較能夠直接的問一下老碧 我先跟大家開場先講清楚 今天7月1號 大家現在目前對疫情到底是緊張還是不緊張 對於旅遊到底是期待還是不期待 那我們把兩個事情勘敗起來 疫情我也談 林醫師 但是呢 旅遊也要談 因為我知道 林氏璧醫師是不是 就是你要去日本了 我簽證快下來了 應該很快可以確定可以去日本多久 你要先幫大家探路了就對了 對對對 所以今天這集節目當中 要先跟大家疫情收個尾 了解一下我們應該要注意哪些事情 可能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呢對於未來的狀況是不是可以開放旅遊 這個我們也跟大家談一下 所以今天第一段我就直接這樣問了 現在已經7月了 小朋友也開始 今天開始就放暑假 放暑假 那我們看到疫情從每天確診的8萬多 降到5萬多 現在大概就3到5萬之間 對 那死亡人數也在100人上下 也終於好像有一點往下 你怎麼看就是現在目前這個疫情 我們這樣算是從高原期往下來了嗎 很明顯的應該是高原期已經過了 因為原來我們是看確診數 確診數大概在上禮拜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中南部這幾個縣市 其實也過了 因為他的這個檯面上的確診率 也都超過10%之後 明顯看起來就往下掉了 那中南部好像沒有新北桃園基隆台北 那麼就是人口感染比例那麼高 還是說我沒有特別注意到 全台現在22縣市 但是他的感染比例差不多嗎 因為最高的其實就是兩個 就是那個新北跟基隆 應該都已經20了 都20了 那可是他地方不會是不是 不是我覺得應該只是時間的問題 因為新北其實他大概就是在10到12 過了他就開始降 可是他後面還有一個尾巴 所以我覺得到最後這整波 夏天這個疫情收尾的時候 也許別的縣市也會到比較高 那這樣子你講這樣子我懂 就是說其實大家會被感染的那個人口比例差不多 可能是差不多 但是還沒有達到的縣市的話 你不要以為你們的疫情結束了 那還是會有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每一個縣市也許他 黑數不好聽 可是他反正用黑數表達比較清楚 就有人其實確診之後症狀輕或是無症狀 對就過去了 但是他並沒有被發現 對他就沒有去確診 每個縣市也許會有不同的差別 那林醫師你覺得我們台灣 就是以你的專業來看 我們真的有被病毒接觸過 因為不管真的有的人重症中症 那當然很明顯到醫院去了 那輕症的在家裡吃吃藥 有什麼情冠疫苗等等 對 那加上無症狀的 然後沒有被挑出來的人 應該還不少就對了對不對 WHO有全世界估計過這樣子的沒有 就是冰山一角嘛 背後沒有被真的診斷出來的人 可能是五倍上下 那你說什麼 很多喔 五倍喔 每個國家不一樣 我們台灣現在已經多少人了 三百萬 那五倍就一千五百萬 我覺得也許沒有那麼多 五倍是一個怎麼講 一個說法就對了 就像我可以跟大家講 美國是多少 五倍我聽過最高是五倍了 對差不多 美國大概是兩到三倍 因為美國最近大概一個月前 他做了一個血清血調查 就是大概已經58%的美國人 其實血理已經有抗拒 可是他檯面上確診沒有那麼多 檯面上確診這兩年多來 其實才二十多% 那個倍數大概就是二到三倍 那如果說現在檯面上確診二十% 那兩到三倍的話 那可能有六十% 我覺得差不多 那如果六成人 等一下到底COVID-19 有沒有群體免疫這回事 群體免疫這件事我覺得 應該這樣講 我覺得大家對群體免疫的理解 從兩年前或是傳統教科書上的群體免疫指的是 到了某一個程度的人有抗體或是打疫苗之後 這個病就不會再傳播了 而且他甚至會被消滅 可是這個比方說最近很紅的天花就是這樣被消滅的 天花是大家打疫苗打到一定程度 然後這個打到什麼程度跟你這個R0值有關 你傳染力多高 天花R0值其實才6而已 所以他其實不需要打到八十九十% 其實也許七成的人口注射 他就自動消滅了 可是問題是不是每個病毒都這麼順利 那我們現在已經看到的是 其實就像感冒打疫苗也沒有讓這個病消失嘛 所以我覺得群體免疫 大家應該要對他有一個理解正確的事 針對新冠的群體免疫 我覺得的確在就如同最近也很常被提到的 無敵新星其實也是一種免疫 可是那個免疫是有時效性的 小時候玩過超級馬力 你都知道無敵新星才十幾秒啊 用倍啊 但是會過去 對他會過去嘛 而且每個人不一樣 對不對 有一些人他的那個得到之後 又打了疫苗之後的那個 好有的人 就這你不能講 所有人都一定要一樣 而且換一個關卡 無敵新星就不見了 假如下一株這個變種病毒又出現 你前面建立的免疫力不一定會有用 如果說黑蘇大概兩到 或許兩到三倍 我們就用兩倍來講 那台灣現在三百萬人卷等於 可能其實六百萬人染疫過 那這個對台灣來講是個好事嗎 現在開始 我覺得好事好壞不能說 反正就是發生了嘛 對 那別國看起來 就說簡單講 就說這會讓我們台灣更早進到 恢復正常生活的狀態嗎 對對對 我來跟大家講 那個別國看起來 他們大概這個Omicron的BA1或BA2 都是發生在今年的一到三月左右 最尖峰嘛 我們比別人delay了大概三個月 那然後呢 他們就相安無事過了大概三個月 就疫情降很低 美國應該是這兩年多來 疫情最低的時刻 過去這幾個月 那然後呢 他們現在開始BA4、BA5開始起來 那可是我自己覺得BA4、BA5 他其實早在1月2月就在南非已經出現 對 所以他其實是沒有競爭過BA1跟BA2 只是他還勾嚴殘喘 然後到了三個月 疫情過了三個月之後 這些曾經得過BA1、BA2的人 抗體開始下降的時候 打過的疫苗抗體也開始下降的時候 哇他就竄出來了 那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這個 我跟羅一鈞的看法有點像 我們應該會過一個還算沒事的夏天 就是疫情會一路往下穩定 疫情不會消失 但是不會再大爆發就對了 對 就算BA4、BA5 我猜他搞不好其實現在已經進來了 只是問題是 我們有群體免疫力 可以把它壓住 那如果我用一個比較讓 聽到朋友聽得懂的方式來問的話 就是說 所以我們每天確診會持續的可能趨緩 對 甚至在每天萬人以下 我相信有機會的 對 好 那最近大家談到猴豆 那個是我們應該注意的嗎 因為台灣也出現了 猴豆是一個目前看起來 傳染力其實很侷限的 他目前現在全世界已經通報超過4000例了 那可是這一次 他不會那樣 就是一大堆得的 不會 他是怎麼傳染的 我們看到的主要傳染途徑是 男男性行為 比較危險的性行為 這是主要的傳染 對對對 那他有機會 飛沫傳染 有機會 可是目前我們沒有看到非常多 那所以 以非洲的經驗我們也是說 他大概要比較近距離接觸 而且比較久 他才容易從飛沫傳染 他沒有跟新冠一樣 那麼容易從飛沫傳染 他幾乎都是接觸那些 在非洲的話 接觸那種生病的動物 動物也會起疹子 主要是老鼠 捏齒類 然後摸到他們的那些有病毒量的東西 直接接觸被傳染 那間接也可以 老鼠跑過那個床 污染了那個床 然後你去捏 然後你又摸你的眼鼻孔 你就被傳染 那可是這一次 猴豆出來 從非洲出來到歐洲跟美洲 他主要其實就是透過不安全的性行為傳播 那所以他這一次的病程跟在非洲看到也差非常多 他好像已經變成不太典型了 他主要就在 他可以很局部的產生疹子 就是只有在生殖器官 然後這些局部不會全生起疹子 我們最近看了很多可怕的圖片 不會不會 所以他變得傳染的比較局限 好OK 林醫生跟大家說明了 整個疫情正在趨緩當中呢 大家可以收拾心情 或許我們有機會 開始要準備迎向新生活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告之後 回到節目的現場 OKOK 有另外一個問題是 恢復正常生活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疫情前沒有發生的狀況 因為疫情前 我們也不是都不用擔心生病 流感我們也要擔心 所以 然後我們到公共場合 有人也會習慣戴口罩 要噴酒精 只是說我們現在不用特別擔心 就像我們家這個東西 或許又還是可以再加 嗯哼 口罩可能還是可以 但是在心態上就是說 我們遇到的一個 是可以handle的狀況 嗯 就是我所謂界定的 沒錯 就像颱風要來了 你也不用太驚慌 可是你至少要做一點防台準備 嗯嗯嗯 對啊 大概我的方向是這樣 哇哇哇哇 謝謝 我自己覺得恢復正常生活 因為我們現在 你要跟完全疫情前比的話 那你等一下補充一下 好 其實就是擦在 戴口罩 還有 出國 回國 回國的限制 那你去日本 你會繼續戴嗎 當然一定要繼續戴 你是因為你戴習慣 這是你的 不是不是因為 因為我萬一工作人員 或我有確診的話 整個行程會不會 對啊 你你你 日本是規定還是要隔離的 行程會被影響 你那是商務是不是 對對對 所以所以至少在前面14天 正式採訪的時候 我我我希望自己不要被感染 你那個在日文的那個 用詞叫什麼 取材對不對 對 取材 怎麼講 日文嗎 完蛋了 不會講 怎麼辦 你到那個飯店去 他會講歡迎你來取材對不對 歡迎什麼 台灣 部落客 哦 他是用那個 呵呵呵 那你飯店都弄好了嗎 這前面前面是正式取材 當然十給九都是拍好的 這些可以講嗎 等下都可以講嗎 你能講的講 我就隨便問 因為簽證今天才會出來 萬一沒有出來就就耍飽了 應該沒問題 哦 你是說如果沒有出來就去不了 是不是 講好了沒關係 應該應該沒問題了 有問題他早就打電話來了 哦 簽證申請要七天 六天前送的 我們本來不是免簽嗎 現在就是搞成 我等一下會講 對啊 他就是搞成什麼名義都要申請簽證 回到 關公也要喔 回到我小時候了 那什麼時候解除啊 我不知道啊 要問日本 這是控制在日本方的 不是控制在我們 嗯 那我們現在出傳了 你兩邊都講一下好了 都要講 日本是跟台灣的限制 現在有三段 哦 我們等一下就從這篇新聞開始講 哦 嗯 好準備要回來了 5 4 3 2 1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我是主持人黃偉翰 今天7月1號為大家專訪是林氏璧醫師 大家知道林醫師齁 這個有很多的專業 大家眾所周知的兩個 一個就是日本旅遊 另外一個就是醫師 而且是這個感染病 的這個 怎麼講 感染科的醫師 那 林醫師剛剛在我廣告之前講 那個結論林醫師想要補充一下 就是說不是那麼簡單解讀的 所謂 回到新生活 這個怕說大家會有著誤解 那林醫師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最近記者會常常有人問說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恢復正常生活 那我覺得 我要問你的是請定義正常生活 正常生活 因為對我來說現在的生活 大概兩個最重要跟以前疫情前不一樣的點 其實只剩兩個 一個就是你到到處都要戴口罩 一個就是出國的限制 回國要隔離 現在還有3加4 而且還蠻嚴格的 還要一人一戶 但是戴著口罩還是保護自己 我個人覺得暫時 這個這不叫暫時 阿中前幾天說再忍耐一下 我跟你講這不是忍耐一下的問題 我覺得再半年一年都可能 因為對我來說 只要新冠這個威脅還在 而這個所有的防疫手段裡面 口罩是最廉價 最簡單 最有效 而且有效 廉價又有效 我會最後才把它拿掉 因為假如你要一路開 開到0加7 然後開到那個 所有人都可以出國去玩 防疫的這些限制 他會逐漸的解除 可是你可以選擇 你不要解除你身上的口罩 那就會多一層保護對不對 因為對於外國人來說 他們其實戴口罩是心理負擔非常重的 美國人他們很不喜歡 戴口罩的 所以拿掉口罩這件事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 哇戰勝病毒的 或是很重要的 但是拿掉以後還是又躺回去了 對 所以我覺得對 至少對台灣人來說 你是建議大家如果即死之後的那個限制 是強制你戴口罩的限制解除了 其實你還是可以戴了 對不對 意思是這樣 一個是這個 一個是我也不覺得會很快的解除 頂多只是說 什麼山林空曠的地方 沒有人的地方 你可以拿掉口罩 那很無聊啦 你自己身邊有人的時候 你就把他戴起來 我理解林醫師的意思 就是說 你今天不是去看指揮中心 他的指引叫你哪個場合 哪個時間要不要戴口罩 而是如果你能戴著 那這個COVID-19全世界還沒有消失 而且看起來他不會消失啊 那你能戴你就戴 那這個是保護自己 也保護你的家人 是這個意思嗎 所以你假如是期待說 要所謂的拿掉口罩 才叫做回復正常生活 那你有得等 搞不好還要一年都不會拿掉 可是我預期我們主要的邊境開放 應該不會太晚發生 我們馬上就要談這句了 那所以 前天 我覺得其實 只是多戴個口罩這件事 我覺得已經幾乎恢復原本的生活 我不會太過擔心 我可以啦 我就跟著林醫師一起戴 就戴了口罩OK的 那陳時中部長 當然我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離開 他現在 我們在討論下一步嘛對不對 隧道的光 隧道的光應該很明顯看到了吧 他的下一步呢 其實基本上 我剛剛講的林醫師有這個專業 其實我少講一個 還有MBA MBA他也很熟 只是球迷而已 不是專業 我好像每天傳很多MBA資料給我 OK 那但政治的東西 我不會問林醫師啊 所以陳時中部長什麼時候離開指揮中心的指揮官 我們跑去選台北市長 那個你在注意我們 裝新聞 我有時間我在跟他談談政治 我們曾經說過一集是 隧道看到光 他就 對不對 現在很明顯 現在就是啦 有光了嘛 陳時中部長在前天 6月29號的時候 講了一件事情 他說呢 這個現在 隨著COVID-19的疫情 緩步的降溫 那包含了這個 前副總統陳建仁 他也接受訪問的時候說 7月8月考慮可以開放邊境 好 那疫情中心坦言有可能 但是呢 在這個就是 入境的總量跟開放觀光探親的這些鬆綁方向 目前都在演繹方式 好 那陳時中說 7月之後 就現在了 今天已經開始7月了 這一波主要開放是讓經濟活動能夠活絡 避免邊境管制造成來台灣的商業活動降低 好 這是最重要的 商務 商務的活動 對對對 那另外呢 暑假陸續有學生要返台 在有限資源當中呢 最需要回來台灣的人 讓他們能夠回來 滿足這兩個 那邊境一定會開放到 大家都出國去玩 好那我就要問這個 我們現在目前 可不可以自由去國外玩 其實是可以是不是 可以 可以 因為現在這個暑假 北半球的暑假 其實多半 絕大多數的國家 其實就是Omicron疫情過去了 他們都是放飛自己 幾乎所有的限制都解除 那天我跟沈大佬吃飯他回國嘛 他說他到了美國之後 因為他是為了 你也知道我們一起錄影嘛 他要去因為他的家人 他的兒子在美國 他為了怕說入境什麼不方便 他才去打第三劑嘛 是對 那他也帶了小黃卡 他到了美國 到了美國機場要進去的時候 原本沒人看嗎 對他要拿出來 他告訴說我有打 對方就 好下一位他根本對 對方不管他 他只問他你有沒有打 他說有耶 他連看證明都沒有 然後他就回去跟他兒子同住了 也不用到旅館 所以美國根本就是 wide open 沒有管嘛齁 所以我們台灣現在是可以去向美國跟 那不只喔 歐洲美國 然後去絕大多數的亞洲國家 現在幾乎沒什麼限制了 嗯 根本也沒有在限制什麼自由行貨跟團 那 然後下機要不要做PCR 要不要要求什麼疫苗施打證明 幾乎都放開了 但是我現在眼睛看著你 我就想到日本 對 我們認識也是因為日本 對 美國歐洲現在我們台灣人可以自由去 可以去 回來還要三加四 當然回來的三加四 現在是唯一的關卡 有可能回來以後 說不定下個月或月中 也變成零加七 Maybe 但我們不管 那還沒發生 我們今天不講 現在台灣人可以自由到美國歐洲 都沒問題 都沒問題 但是日本還不行 日本還不行 日本這次開發 為什麼日本不行 日本不是跟台灣很好嗎 日本這次也是非常非常小心或保守 其實他們在去年辦完奧運之後 然後換了新就是首相 其實他們在奧運之前跟之後想法不一樣 奧運之前其實他們就是因為知道要辦這個活動 所以其實有點心急 就是一直覺得要讓觀光客可以進來 你這樣講的講法我理解就是說 因為奧運那時候一定要拿下眼 沒錯 可是其實說實在 現在就沒有時間表了 他可能也不是說想法不一樣 他知道一定得把奧運辦好 所以先前的揮霍是因為知道以後要緊縮啊 你懂嗎 就是說因為我沒辦法 那個時候我是東道主啊 我不能放棄啊 所以他就讓選手都來 然後確診就給他確診 可是奧運既然已經辦完了以後呢 我們就進入緊縮期 他們辦完奧運之後 然後就是去年夏天的那波Delta疫情 所以日本的民眾有一些民眾根深蒂固的覺得 你這樣讓外國人進來 危險 就是會讓疫情變嚴重 他們有這種迷思 事實上其實應該不是 因為我們去看日本的流行曲線 那些報告 其實在辦奧運之前Delta早就進日本了 而且他這次辦的奧運叫做炮炮奧運 其實那些選手都跟一般人沒有接觸 所以你社區在辦奧運的期間 Delta疫情越來越嚴重 那跟奧運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可是他們就會有這種概念 所以這一次開放他們開放的非常慢 日本是這樣的 他的疫情高峰發生在2月中左右 然後他慢慢的下來 他直到大概4月5月才下來的非常明顯 你是現在日本一天大概多少人確診 嗯很少 可是他們檢測的比較少對不對 也都變少了對 那可是什麼重症死亡已經一路都下來了 那但是現在日本還是限制入境嗎 商務 日本目前是這樣 商務3月1號他就開了 商務3月1號 那那個一般的旅遊 6月上旬開了 可是只限旅遊團 只能跟團 自由行還沒有開放 對 然後呢他們目前很麻煩 就是所有民意啊 那當然學生那些都可以啦 學生也是3月1號就可以回去日本 那這些所有要外國人進去的民意都要申請簽證 就回到了我應該是我 我們之前去日本不是不用簽證 對 免簽嘛 那回到我小時候吧 就是都要申請簽證 有啦我們兩個小時候去日本的時候 是要先辦簽證 對對對 可是後來在馬英九前總統當總統的 哪一年我忘記了 嗯 欸阿扁阿扁 我們就簽證 我忘記了對不起 我們全世界現在有 原來有100多多免簽 14050個國家 我們在這個陳水扁 陳總統歷任總統 我們對美國對那個簽證慢慢取消 以前是一定要到 那個就是 日本交流協會去辦簽證 那現在變得也要了 那簽證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目前 其實跟台灣一樣想限制 每日入境人數 所以他發簽證 他就可以掌握這個人數 所以現在好像是開到一天 兩萬五千人 他們希望越來越開越多 所以自由行的人 我現在背個包包買個機票 我就要去日本不行 不行 他還沒有開放一般觀光簽證 觀光一定要跟團 這是他目前的限制 欸等一下那我一起問 因為我們台灣日本這個林醫師在手了 那日本開放團客觀光對不對 對 那台灣開放團客出 還不行 就是台日兩邊其實都有阻礙 他開了一點點 我們也放了一點點 但是對不上 對 那我先說 他開放團客 但我們沒有開放啊 我先把日本那邊說完 日本原本還規定 就是三月那時候規定的時候 還要求需要施打疫苗證明 而且還要日本認的疫苗 所以那時候就欸 沒有高端沒有在裡面 可是這件事情在六月初之後已經結束了 對 他也跟很多國家一樣 他不看這個了 他不需要你出示這個三劑疫苗證明 那要不要上飛機前的核山檢測 要 這個還有 那個七十二小時之內 可是像他把這個 不看疫苗了 不看疫苗施打證明了 但是要看上飛機前的核山檢測 我們在藍色啦 我們算是安全的 對 他還是把我們算是安全的 很多國家都是藍色啦 他基本上是沒有那麼大的限制 那藍色的國家 只要你出示七十二小時內的PCR的話 他根本不管你打疫苗的狀態 入境也不用做PCR 也不用隔離 就一下去就可以去走行程 沒錯 這個是他們的已經是一大開放 那現在有很多的人開團去日本嗎 其他國家 我們台灣是因為沒有開放團離開台灣 所以我們自然就接不上 但是譬如說我這樣講 香港有沒有人就走團去日本 有 香港好像兩個禮拜前有一個新聞 就是第一團 終於去了 第一團就去了 因為香港人很喜歡去日本 沒錯 有些國家去了 如果中間過程中 譬如說去玩五天或是怎麼樣 有人確診的話 整團都要扣住是不是 正想講這個 因為在他開放之前 日本後勞省出了一個這種 跟團 就是收治外國人團的一個指引 防疫指引 非常囉嗦 裡面有一個規定就是 這些人一定要保醫療保險 因為你可能會 他有可能在日本確診 他有可能需要住院 然後這個跟團 限我剛剛說的藍色國家才可以出團 然後呢 這個導遊領隊要全程跟著他們 然後呢 導遊領隊要完全掌握每一個人的行蹤 你在巴士上是跟誰坐在一起 跟誰吃飯 好 為什麼要這個呢 因為疫調可能需要 為什麼要這個喔 林醫師一邊講 我一邊好想去日本人 怎麼能去呢 什麼時候可以去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的現場 所以現在目前狀態就是這樣喔 所以我還不能去啊 沒有什麼 那我能訂飯店嗎 那是另外一個回事對不對 可是自由行根本沒開啊 我知道啊 所以我在講啊 那他現在日本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去逛那個日本 他有個什麼 加浪是不是 還是什麼 加浪 我也是 我好久沒上去訂房了 好煩喔 加浪啦 加浪跟那個 對阿 對阿 對對對 我現在 你知道嗎 我現在不能去對不對 那我能去上面訂房嗎 訂當然可以訂啊 他會不會跟我講說 你要訂明年 過年的 對我想訂明年過年 可是他可能還沒有開放那麼久之後的吧 六個月以後沒有吧 可能很少喔 我已經快三年沒去日本 我已經忘記怎麼去日本 我以前 我以前就是因為 那時候都看你的那個 我就每一年帶家人去 有時候一年還去兩次 所以幾乎都從小到大都 而且照片都有留著 嗯 那都自己去訂啦 因為我不是很會 我接下來也要看了 因為我覺得 東京應該會有很多便宜旅館可以撿才對 因為他們為了奧運 蓋了一堆旅館 現在他拿 那都在東京耶 他內需哪有那麼多 這支去要撈對不對 還撈幾個好的 旅館嗎 對 對 我想看有沒有新開幕的那種 沒有可以住五個人的 五個人 我上次去就是去那個啊 去新宿那邊 隔一站 你跟我說的啊 100th day 對對對 那種不錯啊 它可以住六到八個人 嗯嗯嗯 我們把日本講完 然後回頭講這一篇 台灣開放的順序 嗯嗯嗯嗯 我覺得還有好幾個關卡 所以你覺得台灣可以恢復到 就是 自由到日本去玩 自由行嗎 就像我們這種 就看你 看你部落格 看完以後自己去的啊 這個東西 馬上就是 日本開不開 現在是取決在日本那邊 假如日本開放的自由行 現在就可以出發了 我們台灣沒有限制個人出去耶 沒有啊沒有啊 可是我們限制團 可是團不是 團不是 現在有出團禁令 對啊 團不是更安全嗎 就是說 老實說我覺得 自由行比較安全耶 因為團 大家都吃住在一起 在車上坐遊覽車 都是密閉空間啊 一感染可能就是一票 可是問題是日本為什麼 開放團沒有開放個人 你說的很對 我覺得他們過於小心了 對啊 嗯 這個完全是方向不一樣 別的國家根本沒有這樣做 嗯 歡迎你回到節目的現場 我是主持人黃偉翰 今天為大家請到林氏璧醫師齁 談什麼 談旅遊啦 尤其是日本齁 那大家會想說 因為疫情正在趨緩 大家可能 呃 很多這個了解林醫師 而且喜歡追蹤他的這個 部落格 看日本旅遊訊息的 聽眾朋友跟網友 對啊 我也是因為江振是林醫師的 但是因為這兩年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很久沒有出過旅遊 當然不只日本啊 可是因為林醫師是日本專家 我們今天談的主題是日本 日本現在開放 國外的旅客 團客 一起進到日本 對 自由行 打沒不行 沒錯 台灣呢個人背包要出國 你就去吧 嗯 神到了就逃去美國了 沒有管你 回來要三加四而已 對 但是主團出國沒有 嗯 我們不能團出 他們只能團入 我們可以個人去 他們不接受個人禁 對 對 所以我們台灣跟日本之間 現在目前就是隔離到這個 沒錯 看得到當過不去 沒錯 那這個狀態為什麼 顯然日本的看法跟我們台灣不一樣 我們台灣是限制團出 可是呢日本呢只開放團禁 不開放個人禁 為什麼會這樣 我覺得應該是日本這一次過於小心了 我個人來講 因為我看我問你喔 對於日本這些放外國人來 你可能擔心這些外國人在行程中難易 我要抓住他嘛 所以我要用團子 是不是因為這個概念 萬一發生了你可能比較容易疫調 對 然後外國人假如是團客 他後續假如需要追求醫療的幫助 嗯 有有跟著團 那比較容易尋得幫助嘛 對 那可是問題是你假如是日本政府 你要考慮的事情是 你放一百個團客 跟一百個自由型的人 你在乎的可能是這些人會不會 運用到你的醫療資源 然後會不會從國外代表 病毒來傳染給你的人民 對吧 好可是那我問你 這一百個人 各一百個人 在日本旅行中感染的人數 你覺得自由型還是跟團的人比較高 我覺得不一定是自由型的人高喔 跟團的人每天都一起住一起吃 一起搭遊覽車 對這些人一感染可能就是一票 所以你真的很確定這個對你國家的影響會比較少嗎 那你寫個mail去給日本的那個 後勞生 哈哈哈哈 然後呢 另外 因為大家都知道 Omicron這個病 他其實已經比較輕症化了 所以你假如還是在用清零的思維 來想限制這些東西的話 你其實就是搞死自己 你也不可能做到清零就對了 因為我剛剛講的那一個規定裡面喔 他還說萬一這個旅行旅程中發生了確診者 怎樣整團扣住 那這個導遊就要告訴大家 導遊來做疫調 因為導遊最清楚 這個人每次我們都是同一桌吃飯的喔 然後遊覽車座前後座 好這些人是密切接觸者 需要隔離 那所以呢 整團扣在旅館 大概不需要整團就是導遊要告訴大家密切接觸者是誰 接觸者那個九宮格 沒錯沒錯 你坐遊覽車前後座鄰兵關起來 他還是在用這種清零的思維 要防堵的思維 你說他們現在的限制是 如果我的旅遊團 到了日本之後有人確診 跟他密切接觸者的人 要跟他一起隔離喔 對其實應該這樣講 他沒有明顯的說需要隔離 可是他只是 他只是說要聽從當地政府 還有衛生機關的 的處理方式 對對對 那有可能就被限制在旅館 你都不能再走團了 就如同這個 他們其實這一次開放之前 有推出一些 很有名的一個有上新聞的 泰國的實驗團 那個實驗團才四個人 中了嗎 對在九州得病 那一個人染疫 其他三個人就被隔離到旅館 隔離到要回國的那天就送回家了 所以假如你這種 然後他就規定喔 你在出團之前不是都有說明慧嗎 他說你要跟這些參團的人說清楚喔 這個你過程中有染疫的風險 你可能會要需要隔離 然後這些衍生的費用 你都要自費 你要聽從當地衛生機關的解釋 聽完這樣子的說明會誰還想跟這樣的團 所以現在他的限制 但是我聽完這很多 就是你有風險 你一旦確診的話 你可能後院行程 全部泡台 他還規定的很囉嗦喔 就說假如這個人 他覺得我不想在這裡隔離了 我想提早回國 他說OK旅行社要負責安排 送你到機場 安排你機票提早先回家去 他連這種囉嗦的規定都規定 可是問題是 那誰要度這種假跟這種團 那所以我自己覺得 在Omicron的時代 你假如還是用清零的思維 在那邊異調 傳統異調 然後所有人有接觸 就全部關起來 那你經濟活動幾乎不太可能恢復的 剛剛林醫師在講 我就想問一個問題 所以看起來日本政府 現在並沒有打算 恢復到過去那個 以觀光吸引全世界各地遊客的 榮景的那個狀態 可是還有一個解讀 是因為大家知道 日本參眾議院的選舉 其實快要開始了 所以你就會選舉後會有這種改變 我覺得會 因為現在他有一個選舉的壓力在那裡 所以我覺得有 日本是分兩邊 有人覺得經濟已經受不了了 那不一直降 對不對 然後他們很需要這種外國人去花錢 拉抬經濟 可是我現在一直說 日本過往那麼多公共 全世界的人全是日本玩的 歐洲美國也有 開放的壓力 現在限制這麼多 那一定會降低大家去日本的慾望 他們開放的壓力很大 可是反對壓力也有 所以因此我覺得他們現在是做個樣子 可是真的選舉過後之後 大家知道日本絕對一定要開的啦 他不開的話經濟會撐不下去 那你覺得什麼時候會開 我覺得日本的選舉好像是七月幾號 忘記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七八月會有機會 會往下一步開放 比方說自由行終於就開了 可是他們可能要觀察一下 他們可能會觀察一個月 他們出團令 剛剛講的那個對團客的限制自由行 他剛開放的時候或許也會有 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你看 比方說他看了前一個月一個半月 看到根本小貓兩三隻 沒什麼人來日本跟團 然後他看鄰國 這個新加坡韓國大賺觀光財 對啊 他一定看得到的 泰國好像也是 泰國也很早就開了 泰國也是以觀光為主 我看到好多泰國部落客都回去了 旅遊部落客 他們沒有什麼限制 沒有啊 非常歡迎啊 就是已經 那就等於就是在疫情前的狀態 對不對 可以直接進去 幾乎 日本現在限制這樣聽起來很多耶 對對 那所以我覺得日本一定會受不了的 最後日本那邊會開 比方說 限制更少一點 或是自由行終於允許你來了 我覺得都是有可能的方向 自由行我覺得也許不一定會全世界都開 我不知道我很希望 他只開台灣人先可以 可是這個好像又對我們太好了 剛剛講藍色區的嘛 他就可能先開藍色區 我們台灣是藍色的啊 覺得藍色區好像有接近一百個國家 所以我覺得假如他們很在乎別的國家的眼光 那我不知道耶 那只開台灣可能太大小眼了 所以現在日本的那個旅遊限制 剛林醫師講得很清楚了 其實還算門檻還蠻高 可是即使門檻這麼高 身為這個資深的日本旅遊的部落客 林醫師還是可以突破的 我去是因為商務 因為其實3月1號商務就已經開了 而且這次商務其實開得非常的簡便 因為去年在奧運完 對不起去年奧運完Delta結束 日本大概有三個月疫情非常穩定 那個時候也曾經短暫的開過商務 可是那次申請就非常非常麻煩 你那時候有去申請嗎? 我沒有 因為太麻煩了 但是你去查了那個當時知道 我有看到有人去申請 就很麻煩 比現在麻煩 那有什麼差別? 麻煩非常多 文書 然後正式的原件都要送去我們交流協會 然後去申請 可是這一次完全已經是線上審查 很快 就是你填表格 你以上務旅遊 因為你是旅遊部落客 你要去採訪就是日本現在目前旅遊狀況 來介紹給台灣人 對不對? 原本的工作就是這個 他就把 只要你找到一個日本公司 擔保你這次整個行程的健康狀況 會監測萬一你就醫怎麼樣 他要幫你搞定 有這樣的擔保書 線上申請 一小時馬上就過了 然後我就可以拿這個擔保書 去跟在台協會 就是那個日本交流協會 申請正式簽證 是只有你才可以這樣 還是一般人也可以? 你只要能找得到 欸我在教大家去日本 你只要找到一個日本公司 你本來以前就是 就是有日本的工作的合作 有合作的 你跟我們一般不一樣 像我只是個遊客 你去那邊算是工作就對了 你只要找到一個日本公司 萬一幫你這樣保證 對 其實就可以了 就是你日本的合作的公司 對 那所以 你到日本之後 你就是一個所謂工作狀態 是商務 商務旅行 對不對 那你現在打算去哪些地方? 我現在打算去 因為這次正式來邀訪的是 四國的兩個縣 就是香川縣跟高知 高知是版本龍馬的故鄉 對啊 你要去四國是不是 香川是烏龍面的故鄉 香川四國 那還有德島跟那個嘛 他四個地方對不對 德島跟艾園 這次沒有 艾園是那個 對對對 東京愛情故事 雄偉丸子的故鄉 對對對 艾園還有松山啊 有我去過 就我們台北松山機場 那個松山 那個地方地名叫松山 沒錯 京都旁邊有個高雄 就是高雄 對我們台灣 因為日本殖民五十年 所以他 他有很多地名 所以你要去四國 對對對 前面兩周左右 現在沒有直飛的飛機 因為很多日本這種 以前有 華航以前有 那現在很多這種 因為一定班次都不多 那你要飛去哪裡 所以我要從東京轉機 東京的選擇還是最多 人家等於飛過頭 沒錯啊 飛過頭再飛回來 對對對 在轉國內線 那你打算要去四國的高知 高知的舊名叫土佐 對 土佐 沒錯 版本龍馬的故鄉 我好想去 我要去高知 你傳照片給我看 看我的臉書 就會看到我每天在打卡 那你去四國之外 你主要是東京嘛 你是東京臨時病 對最後 你還會東京嗎 多久沒去東京了 就是兩年最後一次 就是二零二零年的一月那一次 然後疫情就來 喔剛剛開始的時候 喔那時候你還 你還去了一次 我去了一次 等一下我問一下林醫師 你以前的工作齁 你一年到底去日本幾次 一個月大概 一到兩次 一個月就去兩次 對對對 所以一年會去日本二十次喔 對對對 差不多 哈哈哈 不是在日本就是在去日本 就飛來飛去 對對對 喔那這樣子真的是很久沒去了齁 真的 所以這次你會去四國也會去東京走一走就對了 對最後就留在東京 東京也有一些生意上要拜訪的客戶 然後也有一點自己的自由時間 我比較想看的就是這兩年多來東京的變化是什麼 嗯 聽說還蠻多變化的 欸其實奧運前後其實也有很大的不一樣 只是奧運那期間我們沒有去嘛 對對 像比方說大家常常聽到的是 迪士尼多了一個這個美女野獸的城堡 蛤? 呵呵呵 真的嗎? 多了一個園區多一個城堡 喔多了一個城堡 對對對 我想一下我2019年有去 好像有一區在公市中 對 然後另外就是 就是那個以前的那個 蹦蹦車那一區 在太空山的旁邊 OKOK 是那裡嗎? 好像是 因為它在過去就是兒童區了 對好像是 對不對是不是那裡 嗯 好 然後那個 欸 我剛剛說美女野獸 對 到底是美女野獸還是冰雪奇緣 好沒關係 反正就是新城堡 有可能是冰雪區了 有點忘記了 反正你會去東京迪士尼是不是 應該會 你現在想要去 你還想要去哪些地方 而且要趁現在去 因為聽說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們是人數都有管制的 進場要有人數管制 對 他們不會賣那麼多票 所以聽說 現在這兩年去東京迪士尼玩是非常愜意的 很多住在日本人這樣說 你是愜意是說不用排隊那麼久 觀光客都不見了嘛 然後他有總量管制 然後他現在是完全是手機化 以前不是要抽那個Fast Pass嗎 對 可是他會接觸嗎 有機器嗎 他現在完全就是線上化 你現在講這個我完全都不知道耶 對他就是 對啊都要去抽那個卡 對 兩條排隊 因為排太長了 現在也不用抽那個卡 為了防疫的關係 就是很多東西 等一下那如果我在小朋友去的話 我小朋友沒有手機怎麼辦 你去問看看 好問題 譬如說我今天帶的是小孩 因為迪士尼裡面有很多都是 五歲以下的小朋友 嗯嗯嗯 本身應該沒有那個device 對啊 那要怎麼去抽 你到底要去解解一下 OKOK 那你這次打算去多久 簽證成功申請的話應該是40天 蛤? 我會8月中 8月中再回來 你要去40天 對對對 三五簽證最長可以申請90天 喔你要一次去把這過去這兩年沒有採訪的把它補回來就對了 差不多 那你會每天開直播或者是怎樣跟大家聊 我有在考慮 OK 林醫師家去日本喔 幫大家先行 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的現場 不是跟我講一個月 又多時間 30天跟40天有差你 有喔 40天是一個半月 你不會觸發那天跟我講說老漢我9月才回來 唉唷 希望回來的時候3加4還有什麼兩天內PCR都 幾天內 你什麼時候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講 細節不要再講 我看一下 我們是最後一段了對不對 對 只剩大概五分鐘了 剛剛這裡 這篇還沒有完全講 好 那你就日本的部分就是 做個就是 剛剛因為進廣告了嘛 你做個錢然後回來就讓你說 好好好 你覺得我們台灣的那個狀況 嗯嗯嗯 所以你覺得過年 今年 就明年的農曆年去日本的可能性 應該有啦 是有但是不一定不保證的 可是因為冬天通常會有 你講日本蠻嚴的啊 因為通常冬天都會有一波疫情啊 要看那波疫情多嚴重 我不知道會不會嚴重到需要各國都縮回去 你說我們農曆年過年前的時候 我可能就 嗯 12月底1月初可能就疫情就上來了 對 那如果 那突然禁止如果封閉的話 嗯嗯嗯 不知道耶 可是我們是講的這都是夢啊 因為你不知道他日本會不會開啊 你覺得日本會開嗎 我覺得會啦 你就自由行 再不開他們受不了了 再不開他們受不了了 嗯嗯嗯 我覺得會開 一定會開 因為全世界很畸形 只有你在這樣子 你講 你講一定會開是說有一天嘛 someday 不一定是七八月 嗯 對那明年的過年前 你覺得開的機率是 過半了 我覺得應該是可能 早就開了 可是到冬天也許又會說回來 是有可能的 嗯 那那那會不會需要也要去 日本教學會辦簽證 有可能 這其實都是 對啊 他要開放多少人的問題 現在要簽證喔 嗯很麻煩 審查本身不嚴啦 但是他就要那個程序就對了 對 那要錢嗎 才七百塊而已 喔簽證費 不貴 反而是PCR比較貴 欸那日本人來台灣需要簽證嗎 現在日本人可以來台灣嗎 商務可以 也是一樣商務嗎 一樣啊我們也是鎖得很嚴啊 嗯嗯嗯 我們根本沒開放一般觀光啊 出團也沒有啊 那你想要去哪裡 東京 所以你會在東京待 三十天一個月 真正一個月 咦有那麼久嗎 因為你在四國才十天 四國十四天 兩個禮拜 對對對 都不一定會在東京 我上次跟你講那個 千年列車你要去搭嗎 好像沒排進去 我有問他們 因為那個是在邊境 然後不是只在鄉船而已 喔他還脈圓啊 對對對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我是主持人黃偉翰 今天是七月一號喔 那進到七月 第一個是禁暑假了 第二個看起來台灣的選舉政治 然後還有疫情都開始出現一些變化 陳松部長會不會跑去選台北市長呢 我的看法是會的 但是台灣的疫情會不會慢慢趨緩 從高原下來以後 所以說大家恢復到疫情之前的生活 那剛剛第一段其實林醫師有講了喔 就算是恢復 口罩戴著保護自己是比較好的 那日本這部分呢 林醫師呢 他即將要前往日本喔 恢復他原本旅遊部落客的這個 呃工作跟生活了齁 你會期待嗎 因為你已經很久 大家都看到你在講疫情 那其實我們一開始認識你是旅遊 所以你終於要回到你的這個老本行了 你會內心充滿期待嗎 日本我回來 我是有興奮 可是其實更多的有一點是緊張 因為前面正式採訪的時候 我其實有一點怕加入感染的話 對對對 我到現在還沒有真的被感染過 那所以 會不會無症狀感染 驗血清就 希望這樣 那可是比較麻煩就是萬一確診了 在旅遊中確診 那你可以自己帶藥瓶或什麼嗎 我們現在外國人如果進去 我有準備清官一號 哦 這是可以的嗎 應該沒問題 就是說會不會說海關講說你不能 隨身 因為個人用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所以我當然也會帶快篩 自己看有沒有確診這樣子 我跟兩個台灣的工作人員一起 大家都很緊張 我們萬一有任何人確診 你還有同事一起是不是 萬一有同一個人確診 也許整個行程就會被影響 但是你另外兩個同事 其實他們很安心啊 因為他們跟醫師一起出國啊 我也是 看醫生直接看我就好 對啊 可是我沒有藥可以給他們 那可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剛回到我們最前面講的 台灣開放的步驟 我覺得阿中前天 他其實在記者會 有人問他到底可不可能 就在這個暑假可以開放國人跟團 就是出團令解除的意思 對對對 那這件事阿中其實我覺得他 終於有一個比較清楚的順序 的說法 他說他覺得現在最重要的兩個 一個是商務嘛 一個是海外的國人 你要讓這些海外國人 好多人已經很久沒有回台灣了 所以海外國人回來 還有商務不要受影響 這兩個是最重要的 我們現在也是有入國的上限 對不對 那可是假如這兩塊都滿足之後 再往下 那他說可以的話就盡量 就是希望可以 他有講一句 邊境一定會開放到 讓大家可以出團 出國玩這樣子 他有講這一句 可是他沒有講時間點 因為你要看後續這個 陳時中部長的參訪是 邊境一定會開放到讓大家出國玩 但是他沒有說 他又沒有說七八月 可是我個人是覺得 現在已經7月1號了 這也不可能啊 我個人覺得在選舉前一定會開放 你是認為在選舉前 日本是選舉後開放 我們是選舉前開放 因為這會是一個牛肉 這是一個 這個是 讓台灣的民眾覺得說 我們終於 對 我講更出錢的 戰勝病毒了 有沒有台灣人喜歡講這個話 我們已經可以出國了 可是你要知道開放 開放跟開放多少 其實是兩回事 你可以說開放啦 可是出團的數很少 所以可能就開放團克的意思 你是實際上 你覺得台灣會先開放團克對不對 我覺得是可能的 因為 可是台灣自由行其實已經沒有限制了 你要去你就去 只是回來要限制而已 對 跟團的人來說是出團禁令卡住 那出團禁令是我們這些已經熬熬待補苦了兩年多的旅遊業者 這些人其實也是已經叫苦連天很久了 很期待要趕快開放 那所以我相信這裡應該會開 開的規模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開代表就是至少我覺得是政策上的利多吧 就是選舉上的利多 大家應該會覺得還好 終於可以出國 現在出國主要是兩個重點 一個叫出國禁令 你不能去 像出團就被限制住 那有可能開放 就要出國禁令 另外一個是回國隔離 再來我就要講這個了 對自由行的人來說 那就是卡在那個3加4 那個目前這個3加4 現在還蠻嚴格的 限制一定要一人一戶 一人一戶 所以你假如是海外回來的人 又不是獨居怎麼一人一戶 那你等於要把你的家人趕去旅館 是啊這很麻煩嘛 然後雖然他規定說 不是一人一戶 他說後面的4天 你可以兩天內快篩陰性的話 你就可以去上班這樣 那可是我了解的是 假如你是一家人出國玩 像你偽翰偽翰五個人出國玩 然後大家一起回來 你其實可以一人一戶隔離7天 待在原本的家裡 那對你來說就沒差 後4天你們要出去的人快篩 那影響很小 不是他只要一人一戶的話 那一家五口回來怎麼辦 可以喔 可以 一家五口可以一起割 我的理解是這樣 你的一人一戶是包含的 如果說是三個是同住家人 爸爸媽媽小孩的話 這三個人再同戶也可以 對 我有認識一個人他是這樣 兒子從國外回來 在美國 帶著帶著媳婦跟那個孫子 他自己搬到外面出 一個立委 對 那比較方便 我就去住外面的旅館 把我們家讓給兒子住 三天嘛 那後來四天以後 就變成這個 目前三家四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 假如要更進一步的開放 一個當然就是零家七啦 可是零家七就是 幾乎等於全開放了 對吧 零家七應該是最後一里路 我覺得在這個中間 大概還會再開放一次 就是可能變成一人一室就好 嗯 一人一室其實就會開放非常多了 但是是不是要有未遇的還可以 可能會有這種 現在一人一室有說 我要上廁所的時候 往跑這邊去一下這樣不行 好像後來有開放 對 我覺得就是你已經不是那種 親臨兼蔽親也的時候 嗯 這種事情真的沒有這麼重要 嗯 那特別是 再過一個月左右 我相信我們會觀察到 BA4、BA5到底能耐有多高 因為各國其實疫情都在起來 美國、英國、新加坡、香港 其實社區都有 BA4、BA5已經要上來了 再過一個月我們就會知道 他到底要不要那麼緊張的防範他 謝謝林醫師今天在我們節目 祝你行程一切順利 再再給大家更多旅遊信息 謝謝拜拜 拜拜